大家好 现在是中午时间 现在二宝吃的比平时多很多 他今天基本上天天一定要吃好多 然后小邦现在出现了明显 就是可能奶水有点不足的一个情况 提供那个鸡肉豆腐汤呢 对发奶比较有很好的一个效果 然后呢 我妈妈今天早上去买了一条 然后鸡鱼还买了一点豆腐 今天中午呢 我就去做一个鸡鱼豆腐汤给小邦吃 锅热加油 菜籽油和调料 鸡蛋 鸡肉 涮出来 最绅是 先吃了一条完整的鱼鱼 水开之后呢,我们换砂锅炖 盖上锅盖,继续炖 水开之后呢,我们把锅加进去了 洗澡后,擦点青葱花就可以了 出院呢也有一个多星期了 然后他一个星期之后 感觉他的胃口就大起来了 所以感觉来时也有点不足 昨天晚上因为这个 他有点苦闹 所以今天赶紧发奶吃点鲫鱼 再落河汤 鲫鱼就是很鲜的 之前在医院里面的时候 我们花了300多块钱 请的那个催乳师催了两次 然后他跟我们讲就是鲫鱼 鲫鱼煮豆腐是非常发奶的 所以就是建议我们多吃这个鲫鱼汤 而且就是乳通了之后呢 他说要可以按照小孩子的胃口啊 就是适当的就是加一些催奶的那个菜 嗯 一个星期之后呢 可以吃荤的 但是一定要 嗯 一定要呢就是少油 不能够太浓稠了 就是那个油啊 然后盐呢可以可以吃一点 但是不能够吃太咸 还有平时要多喝点温开水 要那种小口小口喝 现在呃 蒋鹏他们还没吃中饭哈 我们中饭比较晚 然后蒋鹏呢就单独给我做了一份鱼 让我先吃 这个鱼汤还是挺够的 那我就慢慢吃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